健康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 刚听过非常吸引的晚宴大家都可以去参加 至于赵博士我们今天是短聚时间 我看到赵博士刚刚最更新的一个照片 就是在吃午宴或赵博士 是 没错 是 蟹 蟹来的 是 是 这些马里兰州的蟹 是 好吗 你是想引我还是想解构一下 死亡让你知道我在哪里 我们只有十分钟 今天就讲一下一些健康数据关于奶粉 嗯 跟我在吃午宴吃什么呢 有关于蟹 就是因为蟹是很毒的 嗯 如果你知道一些东西 就是在应酬方面是要吃的 通常呢 你就要之前想定避免吃些什么 是 比如避免吃些面粉 避免吃些防护剂 避免吃些煎炸的东西 因为接下来一餐是任吃的蟹 任吃蟹和蝦 那你当然要预备好身体才可以任吃的 嗯 嗯 那说到奶粉呢 为什么要说呢 因为奶粉呢 很多时候它就没有办法去避免的 一个家庭要买奶粉 通常都是因为它有个情况 就是妈妈要出去做事啊 或者不方便啊 或者奶不够啊 嗯 那就要买奶粉了 那而究竟喝奶粉的人 和一个喝妈妈奶的 有没有分别在肝里的健康呢 那既然有个数据 应该让你看这些数据 有人传给你 就是有啊 有人做过 就是原来吃开奶粉的小朋友 他的肝呢 是没有那么好的 嗯 所以你说吃母乳 应该是70年代 我自己都有听那些隔天轮舍啊 那去谈一下 那就是母乳是比较好一点 那因为可能营养上是好一点 那阿哲博士刚才说得很对 就是可能 因为工作上面 或者是其他安排上面 都是要BB喝奶粉 那但是奶粉又 在这个市面上 因为这几十年的发展呢 你见到它呢 就是营养都要提高了 那但是这个data set 都是近年才看到 还是怎样呢 是的 这五六年里面呢 一路陆陆陆陆陆看出来呢 就是说 营养可能可以配搭到接近 但是你没有可能不放防护剂 而防护剂呢 还有它不是你自己妈妈的身体呢 那究竟有没有影响到小朋友的肝呢 就有的 有影响的 还有多个data set 我订了给你呢 就是如果家里的阿爷阿玛 公公婆婆啊 是有糖尿 或者obesity 或者有过敏的呢 吃了奶粉呢 是会令到这个东西 将来的小病大过了 又有多些那类的问题呢 的risks factor是大了的 嗯 有些这样的事情 哇 就是你想想 你越等得久呢 越是多AI呢 就越是多 这些资讯走出来 那些数据 是的 不只是那个 那个 首先叫人去做呢 就没有人肯的了 嗯 越来越难了 因为大家说 哇有事 你现在叫我喝点奶粉 看看有没有事 那当然不喝了 嗯 但是没有这些数据走出来之前呢 大家就说 哎 免费奶粉 当然去参观 真的去参加 接着才有这些这样的 这些data走出来的嘛 嗯 就是这样 所以 我们看的东西呢 就不可以只看 它的表面 好像我说的蟹呢 为什么这么有趣呢 就因为 因为第一个下午 第一个我和你们在访问的 但是你问到 有没有吃过印度餐 在香港也有印度餐 在美国也有印度餐 三文治也有 印度餐呢 你想想 很多咖喱 很多东西 但是印度人是吃猪肉的 嗯 但是如果你问到 他吃不吃牛肉呢 如果巴基斯坦那边 有吃牛肉的 嗯 那个印度人 但是 无论如何 印度你只要有 有北边有南边的 南边的印度人呢 有吃鱼的 但是不吃蟹的 嗯 你说 有没有咖喱蟹 有 新加坡 哈哈 但是 你不会说印度人吃蟹 为什么不吃蟹啊 你问到他们呢 他说 你知不知道 我们的印度海 那些蟹呢 看下去呢 你都不想吃 嗯 周身是毛 又小隻又没有肉 跟着还很毒的 哦 明白了 所以这么多代 他们都不吃蟹 嗯 不同你说 斯里兰加 斯里兰加 新加坡 香港 中国 都有大叠蟹啊 有很多中蟹啊 马来兰州有蓝色那只蟹 三文市有温哥华蟹 你不会说没有 还有蟹粉小笼包啊 有很多人吃蟹的嘛 但是印度人呢 就不碰蟹的 嗯 但是吃蟹都不可以吃那么多了 就是那些食物是 蟹蟹都毒的了 不过它那些蟹毒到呢 一定是传了下来的 就一吃 就有问题 那种呢 那就是传了下来 那我就问 住了在这里 因为我在DC和马来兰州 我问他们呢 那你这里知道 那些蓝色的蟹又没有事了 就是不会立刻有事了 那你们又会不会吃呢 他说吃 那我说会不会做一个 那种蟹呢 新那一代呢 在这里长大的那些 又会的 有的 用蓝蟹来炒 炒一些东西 做一些东西 有的 所以 资讯呢 就是这样来的了 奶粉 代替不了人奶 但是 如果你知道有些东西有毒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 它的来源 还有我就 传了给你 我没传了给你 但是有一个 我在哪里吃的 那些蟹呢 就是一个地方叫 马来兰州 嗯 那 那 那些蟹呢 都要买回来 都要漂亮一点的 好一点的 就是如果你要吃些毒的东西 吃得多少呢 吃得多少呢 那你不如 选择的地方 是它的来源 还有它那个 那样东西会好一点 就是不要吃太多 嗯 但是你一定要看 那些data set呢 譬如那些蟹 最便宜 最烂 最卑的 买回来 你吃了下去呢 那就塞在身体上 因为奶粉都可以 竟然呢 小小过 可以影响 十几十年后 八十年后 四十年后 所以我们选择的 Quality Sourcing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的 就是有种说法 现在的小朋友 不知道为什么 近些二十年呢 那些小朋友 哇很多濕疹 就是譬如 是的 又或者成人都好 啊 不知道为什么近年呢 大家 敏感多了 就是都可能是 食物啊 空气啊 的改变呢 就是你从这些数据 就可以知道了 是吧 知道 你知道多些数据 知道了之后呢 就是 除了你问我 我在这里说 平时你不告诉别人 因为告诉别人 他们就很不开心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是我们明白了 这些数据 有关联的东西 那我们就会 好小心 不是叫你不吃 是吃呢 更加的质素 要小心 嗯 更加要 如果可以 好像昨晚 凌晨十二点 我带我的女儿 去白工 美国白工 就是拜登住 就是在那里上班那里 是 那么他们就说 为什么你不早上带我们去啊 明天早上我有事做 我有会 要离开呢 嗯 另外就是 不方便带他们 另外就是 很多人都是选择早上去 很少人呢 是选择凌晨十二点去的 嗯 深夜去的 但是深夜去呢 我还没记得一些照片给你 但是就是 我一会儿可能 遲些放在Facebook那里 嗯 没有人跟你争的 是 你走到上面都没有问题 是 最多是警察来问你 看到什么事 我给一个证据 他说 哦 你啊 没有问题 就是我会选一些 都是去同一个地方 还有 深夜打了灯的 嗯 嗯 很安全 很多警察 是 早上要排队的 很多东西 是吧 所以可以 选择吃东西一样 选择好东西一样 就是你想清楚 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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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设置 将来的摆位 可以做得更好 嗯 是的 那大家 今集赵博士都讲了 譬如去吃蟹 都看到 譬如某些数字 不同的国家 为什么会没有那些食材 都轻轻略之一二 除了你说 那个地方的水质 或者那个季节 当不当造 或者那个文化 历史上如何演变 通常都有职可尋 是吧 除了当造之外 那个地方出产 为什么会出产那么多 或者那些人的食物文化 不吃那样又吃那样的呢 看多两眼就知道 是吧 是啊 有些数据是不正常的 譬如好像 你知道现在周围都很热 天气很怪 是 是 不知为什么 他们说 美国很多人 喜欢由北面搬到南面 好了 赵博士不如这一个题 留下个星期说 好吗 好 因为今天时间差不多 谢谢赵博士 继续努力享受你的午餐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